及时新闻综合报道,最近日本北海岛发生大强震,造成许多地区断水断电。 一家风俗店于是让开放让一般民众来店里洗澡,消息传出后引来许多网友大赞。 综合报道指出,日本炸晃红灯区的风俗店看护学院平常会提供全套泡泡与服务, 不过,现在日本发生大地震,这家店变成灾民们的暂时休憩所。 店内小姐英兰更在推特上发文说,店长为了要帮助民众,在地震期间不营业, 而是提供灾民惯喜,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,只要有起早需求的人就可以进入地内, 而且店内又提供洗发精,沐浴如雨吹风机。 另外店内也会开放民众充电,30分钟消费只要500日币,约130元台币, 许多日本网友看到后都大赞店家,太贴心了,真是一家好店, 你们是好人,太幸福了,也有人幽默地说,地震过后一定会上门消费。